让我们欢迎来自新加坡的温药家同修与我们分享 在突发癫痫并诊断为脑癌之后 温同修有幸结缘心灵法门 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 肿瘤神奇消失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让我们掌声欢迎 各位罚喜充满着同修 大家下午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星菩萨莫赫沙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诸位佛菩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如君洪师傅 感恩东方台让我温药家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学习心灵法门的点点滴滴 我从小就经常和父母到庙里烧香拜佛 可是就没有接触过念经 2011年4月份 突然间 我发生了癫痫 倒在地上 一直在抽动 奇怪的是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癫痫症的状况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送到医院检查后 被诊断是脑流 刚知道这个消息 我非常的伤心 心里一直在想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我拨了电话 给我的大姐还有我的朋友聊了后 心情总算平复了下来 好吧 唯有勇敢的去面对吧 接着下来 我每几个月都要到医院去做脑部扫描 检查脑流是否有长大 2011年年尾 我的脑流稍微长大了 医生就建议我去动手术 把脑流切除 可惜啊 当时的我还没有接触心灵法门 我就同意动手术了 修了心灵法门过后 我就了解到 可能那时候缘分还没有到 也许是报应期到了 我也是注定要挨那一刀的 手术期安排在2012年3月尾 手术非常的成功 完全没有伤害到我的重要神经 出院后的第二个星期 我回去医院复诊时 医生说 我得的其实是脑癌 过后就安排了我做 电疗和化疗的热期 那时的我心情很低落 一直都在想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心情也变得比较暴躁 我也找了一些 可以帮助癌症的资料 血气功 做脑厂等等 有人说可以帮助到癌症的方法 我都会去尝试 有一天 在我学脑厂的场所 负责人给了我 2012年 新加坡心灵法门法会的票 当时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也没有打算去看 我的朋友告诉我 去看看也无妨 刚好那时候 我的父亲也在新加坡 我就拿了两张票 和我爸爸一起去 参加了法会过后 我就有一股冲动 要开始学念经 上网收集了资料过后 我就开始学念经了 有一天 在面子书 我看见马来西亚 柔佛州的心灵法门 分会要开幕 我就和我的爸爸一起过去 在那里 听了一些师兄们的分享 增加了我对心灵法门的信心 也很高兴 在那里认识了新加坡 心灵法门的负责人 刘秋雨 现在回想起来 觉得这就是观心菩萨 帮我做的安排 开始 开始念经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的心情比较好了 脾气也没有那么暴躁了 我也明白了因果 很多事情都想开了 没有那么执着了 现在很多事情也不敢做了 就连一张小纸张 我也不敢乱丢 看见蚂蚁啊 也要先让路 那时 我也许愿 要针对我的情况 放生一万条鱼 修了一段时间 我好想知道 我自己需要念几张小房子 给我的药金者 有一天 我就鼓起勇气 拨图腾热线 拨了好几天啊 有一天 终于很幸运地 让我拨通了 师父说 我的情况很好了 需要烧小房子 给我的药金者 然后 我就努力地念小房子 过后 我再没有想要看图腾的念头了 因为我觉得 只要我每个星期 坚持地烧几张小房子 我的情况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的父亲看见我那么积极地念经 他也开始学念经了 2013年3月 卢台长到吉隆坡去开法会 我当时报名了义工团和拜师 参加法会后 我回到新加坡的第二天 睡午觉时 突然间 我倒了下来 晕着 幸好 那时候我的好朋友在我家 他也是修心灵法门的 他就赶紧念观心菩萨圣号 过了几分钟 我就清醒了 感恩大慈大悲观心菩萨保佑 过后 我的心里就开始觉得有点不安了 但是想到 再过两个星期 我就要到医院里去做脑部扫描 我就等扫描过后 再看怎么办吧 2013年4月初 看了脑部扫描过后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医生说 报告你显示 有一颗小瘤 好像脑瘤又在出现了 当时的我非常伤心 也非常的失望 心向念经 许愿 放声 我都在做了 为什么脑瘤又在出现呢 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就当我的意志消沉死 突然间 我想到 那天 就是星期四 我就打算拨图腾 问师父 在回家的途中 我的心里就一直求 观心菩萨 让我拨通图腾 回到家后 我就立刻准备好我的电话 准备拨图腾热线 菩萨 真的很慈悲 那天我真的拨通了 师父那天的语气比较沉重 他说 我以前造了很多口液 需要诚心忏悔 他说 我的脑瘤又出现了 他说 我念经的质量不好 挂了电话过后 我的心情变得更沉重了 我很迷茫 我的好朋友就鼓励我 他说 菩萨还在救我的 菩萨没有放弃我 要不然 为什么我晕倒了 过不久就醒来了 是菩萨叫我醒来的 要不然 为什么我想要问师父问题 我一下子就能拨通图腾呢 是菩萨帮我拨通的 我绝对不能放弃 我平复了心情后 静下来想一想 都是啊 我平时念经时分心 不够心沉 过后我就问了几位师兄 怎么样可以把经念好 他们也传了一些师父 关于把经念好的开始给我看 好吧 我就继续努力 继续念经许愿放声 永不退缩 我就一直念经许愿放声 祈求7月的脑部扫描报告是乐观的 我是个急性的人 我不想等到7月才知道结果 6月我又再次拨通图腾 让师父帮我做个月阳脑部扫描 师父说 我的脑部没有问题了 面经的质量也很好了 实在太兴奋了 7月在医院做了扫描过后 报告你显示 那颗小流 那颗小流真的不见了 真的太感恩大慈大悲 观星菩萨 同一个月份 我也搬进了我的新家 也设了佛台 简直就是三起灵门 之前 我都是每三个月到医院里 检查一次 7月过后 医生说 我可以每四个月才来检查一次 今年的3月 医生说 我可以每六个月才来检查一次了 新加坡观音堂 在去年5月24日正式成立 我当时也报名了当值班义工 我想啊 可能是观音堂的好气场帮助了我 让我能够那么快就见到效果 在佛堂当义工的期间 我也见证了很多奇迹 患有帕金森病的老妈妈 从上下楼梯 也要别人帮忙 念经后 可以自力上下楼梯了 每天晚上睡不好的老伯伯 念经后 高枕无忧 平时不务正业的孩子 过后 自己自动找工作 老公本来不念经 到自己诚心念经 哎哟 实在太多太多例子了 心灵访门真的是正式不虚 心灵访门真的是太棒了 听了我的分享过后 我希望还没有开始念经的朋友们 要把握机会 菩萨已经把你们牵引到这里来了 这就是你们和观星菩萨的缘分 要好好珍惜这个缘分 等一下可以和我们的义工们 多了解怎么样开始修心灵法门 还有 我也希望修了心灵法门 一段热止的同修门 但是有退缘念头 你们一定要对菩萨有信心 对心灵法门有信心 心里一定要想 菩萨一定会救你的 只要你有信心 有诚心 菩萨一定会救你的 好吧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星菩萨莫赫沙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诸位佛菩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如君洪师父 谢谢